好 刚好我们来关心天气了 今年第18号台风山土儿 台风它已经彻底的瓦解掉了 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台湾山脉的威力 它在一登陆了高雄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快速的被破坏 支离破碎的 来到了呢今天的清晨 你可以看到散乱不堪 所以提前呢在今天清晨的五点半 我们的海上路上台风警报通通解除 因为山土儿台风它已经在清晨的五点半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事后呢它也持续的减弱成了一般低压 移出了从我们的东部呢 移出海面了 只不过因为呢 低压中心呢还是在台湾的附近 所以今天白天你可以看到 各地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稳定 水气偏多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花东还是出现了一些强降雨的一个出现 尤其现在呢基隆北海岸的雨还在持续下 一波一波的提醒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特别留意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今天的雨量一整天累积下来呢 即便台风都已经不见了 但是北台湾的雨啊累积的好惊人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 您可以看到呢 整个基隆北海岸这一带 有没有看到 是红到发紫 紫到快要发白了 我们刚提到了 就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这一带呢 尤其像是淡水金山万里呢 今天一整天的雨下得非常吓人哦 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光今天呢 到现在为止呢 累积雨量 西北市金山已经超过了500毫米 来到了557毫米 重点是今天晚上还有可能出现 一波一波的强降雨哦 另外呢台北市的市区 北投市林区雨也下得很大哦 台北市呢 北投也累积来到了472毫米 另外像是基隆市 还有呢 花东地区以及宜兰呢 其实雨量也都有呢 部分的累积哦 今天主要的降雨呢 其实就是集中在北台湾 还有东半部地区 因为台湾环境场持续吹着是 东北风的一个环境哦 现在呢 降鼠呢 持续针对了全台 一共呢 六个县市呢 发布了大雨特报 还有超大豪雨特报 直接跳过了豪雨 还有大豪雨哦 我们刚提到基隆北海岸 子子的 就是超大豪雨特报 发布的范围哦 您可以看到 包括了新北市 台北市 还有基隆北北基哦 北北基的观众朋友呢 今天晚上还是要严防 这样瞬间大雨的出现哦 因为现在呢 台湾环境场 还是十分不稳定的状况 那另外像是呢 整个新竹 以北还有宜兰呢 也要留意 可能会出现呢 大雨的一个机会 那珠穆假期要展开了 珠穆的天气呢 会稳定很多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短暂震雨 因为明天东半部地区 会变成迎风面了 为什么 亚洲雨图 动态图 带您来看 我们说呢 高澳中心 中国呢 北方高澳中心呢 预计在明天出海 风场从东北风 转吹偏东风的环境 所以迎风面 在东部县市 中南部地区呢 西半部县市基本上呢 虽然云层还是稍微比较偏多 但是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中午过后恢复 要留意午后热对流的 一个天气形态 第二样降水预测图 带您来看到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晚上的天气如何呢 您可以看到 我刚刚不断提醒大家 基隆北海岸这一带 还是要严防呢 强降雨的出现 东北角的新北市瑞芳 也要留意整个东半部地区 因为也是迎风面 降雨的状况 还是会零星的出现 明天白天过后呢 北部东半部地区迎风面的降雨 持续的留意 至于整个西侧的县市呢 那就要留意的是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了 降雨的时间 主要是集中在中午过后 白天整体来说呢 都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 请见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还是要留意 容易有短暂震雨 但是温度会明显回升 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恢复成 午后热对流的天气形态 南台湾同样注意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而且呢 会稍微往近山区平地蔓延 东半部地区明天是迎风面 外出记得带伞 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到明天 沿岸的风浪还是偏强 提醒您要特别留意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细想